全世界呢都會奠定自己的用電器律規法 台灣也是 這其實呢跟我們現在的用電系統架構有關 那我們用電系統架構呢又分為 發電系統、輸電系統還有售電系統 整個系統架構就跟我們的道路架構系統相同 比如說先會有高速路 再經由省道、縣道一次一次分流 在整個電力系統架構中 並沒有看到所謂的電力儲存裝置 各商辦移工廠為了確保用電營運 都會與台電訂定期的一種樣用電 台電會依照各區域的用戶進行供電規劃 這些設備一經投資了 就會產生營運、褶救與維護的費用 不管當地用戶是否正常用電 或者是減少用電 台電一樣會依照契約 所收一樣的費用 以回收之前的成本 根據台電的營業規則相互說明 當超過契約容量 未滿10%時會進行兩倍的基本用電罰款 超過10%時會進行三倍罰款 如果希望電費下降 就必須要與台電重新訂定契約容量用電 我們有一個客戶是中型的代工廠常辦 因應整個生產的潮流改變 改為高度的客製化生產 生產進入高峰時 時常因為超量用電而被罰款 業主必須派人每15分鐘去查看電表 若超量用電 業主將手動切換 所以如何有效利用電力與節省費用 將是業主最主要的工作員 加尊再次提升 船長 740分 若再次提升 輕鬆 乳酷 聲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